然後他就是好像有被下東西 我發現台灣男生的 真的長得比較 這個XXX 如果你不是要你想分手 我甚麼都可以成為你 跟他聊了兩天 然後就馬上就暈 然後後來我就 起zę幾個多小時的車 到他家樓下去 送早餐給他 歡迎收看脫脫乳肝拉斯 要幹什麼只 growers 我是小Woo 喔尼 我是甜蜜璇璇 我們是 來自高雄的玄泥組合 今天的脫爐主題就是 渣男渣女戀愛大公式 你覺得渣男會有什麼樣的特質 消失很久 然後 連女的女生都很好 江漢 你知道江漢是誰嗎 不知道 是最近很紅的滑燈初唱裡面 他就是個大渣 他還有一點就是 可能跟女生在一起 之後很快就念 可能發生完關係啊 之後就直接說 我不愛你了 這個真的 超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問問看 大學生有沒有遇過渣男渣女 那我們就趕快去問問看 大學生的想法吧 GO 中學也想問你們有沒有遇過渣男 有 因為他在上班嘛 他就跟我說他很忙 他沒有時間 然後就會說 那可能我們一個禮拜 只能見面一次啊 或是一個月只能見面兩三次這樣 然後結果呢 就是他跟我說他很忙時間 我就滑動態 就會看到他 跟他朋友去跑山啊 然後出去吃飯幹嘛的 然後就是反正 他就是跟朋友都很有時間 然後 跟我就是都沒空 然後結果發現 他手機裡面還有交友軟體 我覺得渣男渣女 會 玩弄感情 像渣男 都會戴帽子 藍著帽子 白色外套 然後黑色褲子 好 謝謝 感謝同學勇敢的舉發 我覺得渣女就是很容易會 讓男生誤會的那一種 那你們有沒有遇過 渣女 我們有啊 對我們 我們是工具箱啊 我們就可以 就是兩個人以上 就是會變成工具人 就變成工具箱 然後我們會有分就是可能 早餐主 早餐主啊 宵夜主 然後起床主 起床主 就欸不好意思可以叫我起床吧 你也可以叫我起床 好可以去檢 然後就馬上 我們先 我有遇過 他是在 因為我也有大概知道他們的過程 然後他們其實一開始 然後他們就是有出來 但其實 那個男生就是 對很多女生都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他們有約出來幾次 就前幾次其實都還不錯 但後來他就是 他們去喝酒 然後他就是 他不知道他被殺了 然後他後來有 然後他們就沒有這樣聯絡了 那你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知道要怎麼判斷 他是渣男 長得臭 不臭 他長得很臭 他一定是渣男 我發現台灣男生真的長得比較 這個 那你們覺得渣男渣女 他們會有什麼固定的分手方式 什麼感覺 人暴力 訊息都不回啊 打電話也不接 就是我覺得 只要你想分手 什麼都可以成為理由 哦 對啊 我們有個共同朋友 不太算渣 可是那個理由蠻瞎 那女生呢 分手很多理由嘛 他起床一個理由 就是 他不喜歡吃飯的時候 嘴巴會張開的難受 可能是在咬的過程 就是要 會有那個 這個聲音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聽起來他自己吃飯 就會覺得 很舒服 因為有些人吃飯 你嘴巴都平 可能是他長得不舒服 這樣有道理吧 那你有沒有想對他說一句話 你很醜 你真的很醜 你看不上我 今天你才有現在我 對 對 認識你我很開心 哇 渣男吧 這渣男 不是 很高興認識你 一句話 一句話 對渣女 對渣女 下對姿我在當你的工具人 不是工具小組的主頭啊 渣男都下地獄 你漂亮 下班了 你早晚回家 我在玩手機 訂閱了沒啦 訂閱了 小學請問你們有遇過渣男渣女嗎 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那時候是 跟其中一個曖昧對象 跟他聊了兩天 然後就馬上就暈 然後後來我就騎著一個多小時的車 到他家樓下去 送早餐給他 然後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欸我要去你家樓下 但是他都沒有回 他都沒有回訊息 我就把早餐 掛在他的機車上面 然後後來我就自己 再默默騎回家 然後所以我才知道原來他那時候 把那個早餐帶到樓上去 然後跟另外一個人吃那個早餐 我之前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算 就是 可是我朋友說我這樣很雜 就是我可能就會跟他講說 喔我只有跟你在聊天 但其實我跟很多人在聊天 但是我每個都這樣講 就是喔我都把時間留給你 可是我就覺得 大家應該都這樣吧 就每個人可能都 確定 就是每個人可能就是 欸我跟妳講我都只有跟你聊天 但是其實大家都跟 每個人都在聊天 欸喔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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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 醒醒了 沙米就是會 比較利用我們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樣發現他是在利用的 跑腿的頻率越來越高了 然後價格也越來越高 之前可能是 可能買便當之類的 然後後面就是 出去喝酒之類的 是我在幫他變錢這樣 那後來你怎麼去把這段 就是關係給結束掉了 我就沒有什麼在跟他聯絡 我就說我沒錢這樣子 那你研究一下他這個人 你覺得 渣男渣女有什麼特徵 天然滅雨會長很多 讓你暈出來 然後最後再 什麼都不講 然後就直接跑掉 對 可是我覺得 長得醜的才是渣 他長得很醜 他一定是渣男 他如果就是很風趣啊 什麼之類 就欸這個人很有趣 雖然他長得 其貌不養 就是就是 有點東西在肚子裡面 女生就會很 就是 喔好像蠻不錯的這樣子 可是這種就是很渣 那如果帥的男生 這樣就是加分 就是可能跟你 可是跟其他男生 繼續互重這樣子 就沒有把一個心 放在你身上這樣 接著 我們找到一位 前渣男來現身說法 因為我那時候 交第一任女朋友 然後我就 還不懂感情 然後就做很多 情緒勒索啊 雙標啊 自我中心啊 然後又 但那時候 渣男心態就當下都 都不會知道 但之後你才知道 原來自己那時候是錯 就是那時候 我跟我的前女友 中間分手兩期 只分了一個月就複合 可是我那一個月就是 無縫接過學妹 然後再把學妹甩掉 然後 再去找她 然後重點是 她不知道她 喔 那那個學妹怎麼辦 就是 第二個犧牲品 那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 現在為什麼加一個前渣男 就是後來前女友 改變我太多了 就是她讓我相信 世界是真的有真愛的 然後就完全被 淨花 所以才變得 稍微還可以的 一個狀態 好不好 那你有什麼話想說 在最糟的時候 是她陪著我 可是現在我好不容易變好了 變得是一個 善良的人的時候 可是 她不在我身邊 然後她看不到 我的轉變什麼 就覺得很可惜 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只有給她壞的部分 明明 現在已經 慢慢變好 但 她已經沒辦法去 接收到我的好嗎 就覺得很可惜 那如果 你要對鏡頭前 可能現在 是渣男或渣女人 你要給他們一句話 你會想要勸他們什麼 在當下一定不會覺得 自己是渣男或渣女 就你一定要失去什麼的 然後真的走一遍 才會大徹大悟 其實很多都是自己的問題 但自己沒有看到 好 我們終於訪問完了 那其實我們今天統整下來 會發現渣男跟渣女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很容易消失 就是利用你的喜歡 去要你補出 但是又不給你回報 眼睛要放亮一點 才不會讓你的心受了傷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樣 渣男渣女的故事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去追蹤 選誰的IG跟個人頻道 偶尼的IG跟個人頻道 然後還有我們的 那我大學上一下 也可以去看我們的幕後花絮喔 好 那 脫爐幹大事下課了 耶 整晚 我跟你講 整晚他不知道我身邊 可以睡不著 我可能有些人會起床氣 為什麼我起 也不會對你起 這什麼 太對接了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